显现后第二主日晚岛崇拜,2023年1月15日 我们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安静跪下 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慈得蒙赦免 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 我们没有全心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 我们真心认罪,千功悔改 教主使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 要恕我们,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意 遵行主的圣道,荣耀主的圣名,阿们 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以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 藏在永恒的生命之中,阿们 上帝啊,快快搭救我们 主啊,速速帮助我们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 恩慈的真光啊,纯洁而辉煌 从天上永生圣父而出 耶稣基督啊,圣洁而多福 现在,夕阳西沉,我们眼见暮色苍芒 我们歌唱赞美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无论何时,你都配受欢身赞扬 上帝的圣子,赐生命的主啊 万古千秋,永备尊崇 诗篇114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 一言之名 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 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也倒流 大山踊跃如山公羊 小山跳舞如羊羔 沧海啊,你为何奔逃 约旦啊,你为何倒流 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羚羊 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 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 就是雅各上帝的面 便要震动 它叫磐石变为水池 叫尖石变为源泉 诗篇115篇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上帝在哪里呢 然而我们的上帝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 是人手所造就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红楼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啊 你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亚伦家啊 你们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耶和华向来眷恋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 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 赐福给亚伦的家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叫愿耶和华叫你们 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 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他是造天和地之主 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给了世人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旧约经课 记载在以色列书43篇 耶和华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 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果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媒 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河 这百姓 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啊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 你道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番祭 也没有用祭品 尊敬我 我没有因贡物 使你服劳 也没有因乳香 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 使我买仓仆 也没有用祭物的纸油 说宝足 道使我因你的罪恶 服劳 使我因你的罪孽 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 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诅咒 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 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书伦纳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 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 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 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各 要雅各的名字称 又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玛利亚之歌尊主送 我心尊主伟大 我领你上帝 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地 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 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壁板施展大能 心骄气傲的人 就被赶散 他叫有权柄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因他眷念他恩赐的应许 正如从前 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书信经课记载在 希伯来书第六章 照样上帝愿意为 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起事为正 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 上帝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 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着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迈西几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这迈西几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 杀拜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终 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 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纳德祭司任职的 立位子孙 领命照例 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照取十分之一 唯独麦基喜德 不与他们同谱 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为分大的 给微分小的祝福 这是活不倒的理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 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 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 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西面之歌求主送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主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使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主名以色列的荣耀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起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 福音经课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当下门徒回来 就习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什么 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所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这期间 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给我来者的旨意 成为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木收割 举木向田观看 专家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价 积蓄五股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 那人撒种 这人收割 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有好些 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收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信上帝 全能的圣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圣子 因圣灵的大能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害埋葬 他降至阴间 第三天 他复活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必再临 承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们要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赠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天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父的 永无穷尽 阿们 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 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平公义 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 求主使天下太平 因为只有在主里面 我们才可平安度日 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 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 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 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 主啊 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 使贫穷人的盼望不知落空 求主洁净我们的心 用圣灵扶持我们 全能的上帝 主的圣子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是世界的光 求主使主的子民 就是受主圣言和圣礼 所光照的人 能够发现出 基督荣耀的光芒 以至直到地级的人 都能认识 敬拜和顺服基督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圣子和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 永无穷尽 阿们 主上帝呀 主的圣子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并在新耶路撒冷 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求主叫我们今天 因救主的复活而感谢主 将来在圣城里赞美主 圣城的光 愿主永活 永远掌权 永无穷尽 阿们 至圣的上帝 凡洁净的心愿 正直的意念 公义的行为 都是从主而来 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 赐予你的仆人 使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 并且倚靠你 不怕仇敌 就可以在平安的宁静中度日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怜悯 阿们 天父啊 主借圣言赐我给我们天上圣城的意象 世上万国要把他们的荣光献给他 恳求主眷顾和临到世上的城市 更新城市生活里 公民间的彼此关怀和互相联系 赐给我们诚实干练的领导者 使我们能消除贫穷偏见和压迫 使和平中有公义 正义中有秩序 使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与才能的人 能在彼此的关系中求得人性的完美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 有憎恨的地方散播忍爱 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 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 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 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 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 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 求主使恩 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 而是要去安慰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 而是要去了解人 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 而是要去爱人 我们施舍就有收获 宽恕就被饶恕 死亡就得进入永生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万恩的父 为了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和慈爱 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虚心地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保守我们 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 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 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盼望 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 得以能以真诚感恩的心 显明你的荣耀 不只在口头上 而且在生活中奉献自己为你服务 一生行圣洁公义的事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愿尊贵荣耀贵于圣父 圣子圣灵 永无穷尽 阿们 全能的上帝赐恩典给我们 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 主曾借着爱子耶稣基督 应许我们 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祷告 主必在他们中间 现在我们所愿所求 若是对我们有益 请你允准 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 来世得享永生 阿们 我们要赞美主 感谢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们